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交点预测播报 今天与我联系的嘉宾是法国巴黎银行的迈克尔·施内特 我们将就英镑美元进行预测 迈克尔 周一在英国央行代表发表了相对强硬的评论之后 英镑触及六周以来的高点 您预测一个月之后英镑对美元汇率会达到1.52 但今年总体上来看 该货币对交易者并不是具备吸引力 您是否会改变您的短期预测 首先 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英镑对美元今年变得不是那么有吸引力 英国央行和美联储预计已经脱离上调利率的道路 很有可能的是 未来12个月内都不会有变动 总的来看 央行们的货币政策差异依然是主要十大货币的汇率 而英镑美元预计会是其中最稳定的 这两个经济发展体都非常的积极 所以与其他货币相比都会升值 英镑汇率上涨可能会稍微比美元要大 但对欧元和日元的升值显然会更显著 而关于今年的风险 最为严重的贬值风险 无疑是5月份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 围绕着该事件不确定性在增加 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 还没有一个政党能够一直独秀 目前还不清楚选举之后的议会和联盟会怎么构成 大选对于英镑来说会是一个相当重大的风险 但尽管如此 英国经济的基本面已经足够强大了 我们认为即使英镑在5月份贬值也会是暂时的 因为英国经济增长稳定 迈克尔 请告诉我们您对该货币队中期和长期的预测 以及主要的推动力是什么 我们预测一个月之后汇率将会在1.52 三个月之后汇率是1.51 一年之后汇率是1.50水平 至于说该货币队的主要推动力 最重要的无疑会是英国央行和美联储的首次利率上调 我们预计美联储会在今年9月份开始加息 这原则上符合当前市场的预期 而据我们预测 英国央行的加息预计会在2016年2月份 这与多数市场参与者的预测是一致的 在我看来最有趣的交易机会呈现在短期时段内 在过去的数周里 在许多交易者决定平掉英镑空仓之后 英镑汇率的表现相当不错 在上周最新的通胀数据公布之后 英镑小幅上涨 但是通胀是回落的 我认为这种差异使得英镑有一些脆弱 这意味着英镑对美元可能在未来一个月 会回落至1.52水平 迈克尔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和独家采访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